歡迎回到ANGEL觀點 其實我們如果把目光從這個基北區 這個明星學校的討論比序 我們放眼到全國去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問題 很值得我們去關心 就是這個會考的成績裡面 其實全國有三成三的學生 他的英文跟數學是代價強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其實很值得我們去關切 不過剛剛在提到這個 就是這個明星高中 為什麼他的那個名額那麼少 這是誰決定的 我想問一下 這個名額的決定是基北區 他們來決定的 但是按照我們的辦法當中規定 他提供的今年 今年我們特別有做一個規定 說基北區的有一些傳統的經驗高中 他至少至少要釋放 吃百分之二十五的免氏入血名額 那竹簾應該要提升 竹簾提升 明年一定是一定要比百分之二十五更多 這是你們可以有所作為 我們有所作為的 OK 好 不過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次的會考會這麼多的爭議 其實你看 作文比序 大家就是說這個排序一擊 一掉就幾千名 因為差一分就幾千名 然後志願的比序扣分的設計 大家就覺得像禁賭局 因為你填錯志願 你就會被扣分 好像在賭博一樣 然後超額比序項目多多元的表現 扣一分差很多 所以剛剛有人說志願學習 他就覺得他一定要滿足 要不然這一分怎麼辦 所以志願學習就變成不是志願 然後再來 免氏仍以會考為主 所以依舊分分計較 所以大家說這是山寨百的免氏 然後明星高中的免氏的名額太少 人人拚特招 就是我們剛剛特色招生 等一下也可以談一下特色招生 然後會考的成績分三級 太粗略 多錯一體可能掉一級 其實這些都是讓我們看到 家長焦慮的地方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影片 到底這些國高中的 這個高中的學校 到底又是什麼一回事 第一次免氏入學 選填沒有參考資料 有家長和學生打算 先填比較保險的志願 高中校長及教育專家者建議 不想念不感興趣的就不用填 我們對應過去前幾年 學長姐入學的狀況 再對應自己目前的學習狀況 然後再把自己適性的 喜歡究竟的或者是想去的學校 標示出來之後 那怎麼樣做選擇呢 那我的想法是 你對於你最喜歡的學校 你掌握有加分的機制 如果你的孩子呢 是很喜歡動腦的思考 很喜歡做一些理論的一些探索 很喜歡問為什麼 那這個時候呢可能你的孩子 比較適合走學術型 那如果你的孩子 比較是比較喜歡動手 比較喜歡問怎麼做 如何做 這個時候呢 可能他比較適合走記憶型 航行處狀元 是性選讀最重要 台東專科學校 五專三年級的張宏生 在屏東鄉下長大 不愛讀書 但調酒時充滿自信 已經具有傳統調酒的 職業選手水準 在今年的全國調酒比賽 他拿下了大專職業組冠軍 要代表國家進軍世界盃比賽 我其實有點不太喜歡念書 所以我想說 因為在現在社會來說 我覺得擁有一技之長 比會念書還要好 來自南投讀五專餐飲科 二年級的陳怡安 學了兩年調酒 今年也獲得全國調酒比賽 高中組的亞軍 是參賽者中年紀最小的 今年十月也要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當我看到學長姐的自信的時候 我覺得我也可以 所以我想來練調酒 十二年國教今年上路 這屆國中應屆畢業學生 馬上面臨要選高中 還是寄職學校就讀的難題 學校老師建議找出孩子的興趣 選對科系和學校 孩子未來升學或是找工作 成功機會相對比較大 其實剛剛說到 要找出孩子的興趣 不一定要擠明星高中 其實這些孩子 真的就像明星學生一樣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 校長你這邊 我們有看到一些孩子 真的很特色 非常特色 對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我回一下 我特別有到社區高中看了一下 社區高中有些學生 表現得非常亮麗 非常有特色 譬如說不久前我到金門 我就看到漁業學生 表現非常非常的亮麗 我就把實際例子來跟各位聽眾朋友做一個說明 那麼這位王大坤同學 他是在地人 在金門高中就讀 在地人 在地學 用功讀 有前讀 所以說他今年的學測 來幾分 金門高中有史來第一位 那也是該校第一位非離島保重 台大醫學系 那我特別問到他為什麼你要到金門就讀 你不來臺灣 他過來講過到臺灣在臺北的任何一所民營高中他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他說在那邊他可以跟親情有更好的互動 而且在地呢 同學在一起更有感情 也沒有更大的學習壓力 所以說他覺得學得很愉快 所以他沒有警民新高中 沒有警民高中 所以說我王大坤這個同學呢 我特地跑到金門去看他 還送他他一本書 種土地這個希望 為臺灣這塊土地留下一個希望 所以我非常欽佩 社區高中的明星學生 其實成績分佈 我們剛剛觀眾也有人打電話進來 就談到藍頭的問題 其實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藍頭其實也不錯 我就舉幾個實際的例子 有一次我到藍頭某一所私立高職 我特別問學校校長說 你們的學生表現怎麼樣 他說我們學校表現回答 畢業結果怎麼樣 他說畢業一級棒 我說到底多少K 他說三十六K 好 OK 其實我想你從比較偏鄉的地方來 其實我們看到學生的成績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看到這個三成三的孩子 就是他的因素是比較我們說的要代加強 對 那這個是不是都集中在比較我們說的偏鄉的地方的孩子 還是說我們普遍是低落的 南投的分佈這種低成就學生的分佈是蠻極端的 像山裡面的確是可能資訊 或者是整個的家長的條件 家庭條件 他或許真的會比較低 那比較靠近外圍接近都會區的就會成績比較高 那實際上這個部分也凸顯了我們教育資源有一點部分的分配不均 分配不均 那這個部分並不是說政府沒有認真 老師沒有認真 我覺得是家庭教育那一塊 我們比較難介入的就是這一塊 因為學校說真的天使點燈計畫 教育部還有國教署 在南投縣投入的資源相當多 那我們學校老師也很認真 陪小孩子陪到七點多 可是出來的成績 真的大家都台語說 你要考出來 是啊 可是我就蠻擔心 就是說這些孩子怎麼樣視性發展 對 因為好像這個國語英文 數學英文真的就是比較不行 那我們是傾向於指導學生往技職方向走 所以南投這一邊也盡量說 如果小孩子真的這一塊發展比較慢的 不是他不行 我們鼓勵他走另外一條路 那在整個學業成就來看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明星高中才是真的是明星的學生 或許有那種觀點 可是我們也看到另外一點 剛剛 謝國欽 謝理事長講到的 的確是我們看到 其實上PR95的學生 後在社區高中的發展 不輸給明星高中的學生 那我們有跟學生的老師 跟他談過 他們也是覺得說 小孩子他們想說 我留在家附近睡飽一點 我也不想要那麼累 那這個觀點實際上也符合了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 他是在大專院校裡面 他也是跟我講說 他們學校二一跟三二的學生 也很多 說真的大部分都是明星高中 被二一的 所以明星高中的孩子的學習壓力大得不得了 大得不得了 我再舉個實際例子 我六月十七號到馬祖 就碰到一位家長會的會長小孩子 他以他的成績 票值九十九 他到臺北來任了一所高中 一定可以進去的 但是他留在當地的馬祖高中 那我就請教這位家長會長 說你的孩子在當地學得怎麼樣 他說前校第一名 而且非常有自信 非常有成就感 他在當中變成一個領導輪路 其實這些精英的孩子 如果能夠在各個學校 而不用普通集中在一個學校 其實那個學習成就 還有帶動的氛圍 那個有理論的研究是比較好的 是他帶動 我會帶動 我想這樣子 這一次像剛剛主持人也談到 我們到時應該把這個焦點 看到一些就是這些 尤其是在這些基本科目當中 應該帶加強的這些學生 但其實剛剛校長有談過 教育部也做了很多 像這種什麼點燈 還有一些各種的這個輔導工作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會考 基本上來講 他是一個成就測驗 他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標準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看到說 他有列一個大概這個標準 所以因此你看各科他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音數是最嚴重 就是三分之一左右 那當然我們一般的就傳統 就是說那你這個音數很差 你就應該就去念這個季質的院校 那在此其實我也問過一些季質院校的校長們 他們就說這些孩子進去以後 他們還是要給他們尤其是在英文 尤其語文這方面 還是要加強 就是在季質方面的語文 比如你今天做餐飲 你總不能說我要用英文介紹一道菜 介紹不出來 所以我們在此也一再地強調就是這些孩子 是不是等一下我們請教署長 你說在高中高職之後 你有沒有一個follow up來幫助他 因為我們現在非常擔心這批的孩子 他進去以後 即使你進到一個季質體系 他可能還是因為基本能力的不足 所以他很可能也沒有辦法學到比較好的 一技之長 至於像那調酒我敢講 他一定要有英文不錯 因為你對全世界的這些客人 第一個你要介紹這個 而且那酒都英文名字 那些名字如果他不會的話 那他不是就慘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要特別注意的 其實我們看這個板子 就是寫到這個會考曾經雙風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這個金熱金熟的 這個就是他很優秀的 然後基礎的在這中間 然後代加強就紅色這一塊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數學跟英文 真的代加強三分之一 所以就看到我們臺灣的孩子 這個基礎能力好像 尤其是代加強 就有很多人說 這也是一個刻板 或者是真的這樣 來 基本上我們這次的會考的題目 是難以失蹤 不像過期計程車是中間偏離 所以他出來的一個結果 這個題目很有鑑別度 所以說他會剛剛主持人所談到 這個成績的出現 其實我這一張跟剛剛主持人 那張應該是一樣的資料 就是我們從這個資料當中 看到我們的英文跟數學 代加強的部分 是比較高了一點點 所以要怎麼樣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補救 凡是今年進去的新生 屬於代加強的 我們會在暑假期間 開補救教學班 來幫助這些孩子 剛剛前面講 談得非常的正確 基礎學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國英術 所以國英術你屬於代加強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給他補救教學 好 那當然英文的部分 你可能不一定要寫那麼深 應用的生活英文 是 不過這個代加強 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明天見 明天見